這個案件有政頭的兵犯 差不多都有點過的插櫃 新北市衛生局長到實力有數 去保林地域 櫃子最有優秀上去掛測 有提供的藥品 提供的條件 並且下令減停工廠的作業 目前已經知道工廠有出貨給三件中盤上 中盤上還不給四件餐廳 這就是餐廳跟十件這個大餐廳 這個餐廳跟餐廳的櫃子 都被要求一定要全部回收 新北市衛生局今天 國家這個計畫局開啟才是發言說 這間工廠的作業範圍 跟動力設備跟定義輸行有促進 而且工廠的環境不清 所以我們決定要求工廠 專門減停作業 市的這一間上游廠商被新北市衛生局下令 暫停製作果條 不過呢像是米粉和米苔木等商品 是可以繼續製作的 想不到衛生業和經法局 今天中盤還在掛查 發現工廠的作業設備和動力設備 和定義的資料不一樣 到上環境不符合規定 就要求工廠專門停止作業 不可以再賣 這間中盤已經把規矩條 賣給三間中盤 還全給四間參廳入職 其中就包括寶林A13含了好店 有酒量的規矩條 賣給10間領袖入職 不過現在只有寶林台式A13店出狀況 不好意思 這個私人阻地老闆有交代 晉會時間點向相關的設施 工廠都沒有正面回應 如果問到有晉會規矩條的探訟 探訟標示都把規矩條回收 沒賣賣了 申報局為選舉表示 工廠的規矩條 若是差檢就要花七天到十四天 為完頭來處理 希望可以查清楚 到底是哪裡出問題